活不到前方 看你只在他山倒 不知风尝都怕流浪 看你只在他山倒 明映有你的名字 他记得最受 他喜欢逼着风 对你笑 也答应和你一起表演 他吸引你的地方 跟他的微笑 连烂的阳光 你深入了他的眼光 无法躲动 无法再歌唱 他是我的小朋友 不让人生气 在家朋友 他有着人想回答的温柔 也有着日期不错的时候 只能把人的他 抛起来多像个孩子啊 万事不空的妈 就唱几个都像个大人啊 我选择路前面很长 从来就了你 而忘不到前方 越看你只在路上 不知风尝 不怕流浪 从此他们有了信仰 来 同学们 咱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马上就要到上课时间了 先来试一下音 声音怎么样 可以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吗 如果可以的话 再公屏给我敲个音 同学们可以听见 我说话的声音是吧 音量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音量可以吗 大或者小 或者说比较合适的话 都可以在公屏给我敲一 可以是吧 那如果说要是声音比较小的话呢 咱同学们可以 把自己的音量稍微调的大一点啊 因为我今天所在的这个直播间呢 相互的隔音效果比较差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 太高的法门啊 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隔壁 除了现在老师在授课 可能会串音啊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声音没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就按照这一个节奏啊 开始咱们今天晚上的授盆的容 欢迎同学们来到咱们 华图在线的网络直播课堂啊 那现在呢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那今天晚上呢 咱们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是 军队文局 劳动合同法与劳动争议 人事争议的解决 这一节的内容啊 咱们是来讲这一节的内容 那么上课的时间呢 也是两个半小时啊 从晚上的七点钟讲到晚上的九点半 应该不怎么会用拖堂 因为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都是我的课 咱们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 同学们注意啊 一共是讲两节的内容 一节呢 是劳动合同法 一节呢 是知识产权法 这两节课五个小时的小时的时间 咱们把这两节内容讲完就可以了 至于说今天晚上呢 呃 咱不必然说一定要讲完这一节 咱今天晚上讲到哪就算哪 因为明天知识产权法的内容呢 不算多 如果在今天晚上咱们有没有讲完的内容的话 咱们会转到明天早晨的课当中 当时设置啊 也就是这样来去这个设置的 对的 咱们学员啊 说现在是直播课吗 是的啊 现在是直播课 你们在公平里留着眼 我是能够看见的 咱同学们 由于昨天晚上这个教考公告 刚刚发布 所以说目前来讲 很多同学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啊 而一部分同学 他虽然能报 但他觉得呢 他那个岗位条件设置的非常的苛刻 是不是啊 包括这个招口的人数非常的少 那有个同学呢 这个发现公告出来以后啊 把那个岗位 呃 招口表下载下来 发现 哎 他的专业可能没有特别合适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今天其实对于咱同学们 呃 心理来讲的话 可能你的心理会比较复杂一些 但是咱们说呢 你 哈哈 就这凉凉 没有那么夸张吧 咱们说今年这个招口规模还是 招口规模 从全国来讲的话 这个规模还是很大的 对吧 因为接近两万人啊 就基本上是约等于两万人 只不过大家啊 要是分到每个省分的话 可能就没有多少了 那你想想今年国考才招了多少人 国考才招了一万多人 而这个军队文职啊 这个考试 一下子从全国就要了两万人 哎 一下子要了两万人 而且待遇的话也比较好 是不是啊 而且咱们说进入军队的话呢 等生这样的 党立这样的职业 对于大家来讲 也是呃 更加的 新银一些 对不对 更加的新银一些啊 咱学员说 这个考试和公务员 哪个难 同学们哪个难呀 哪个难呀 要是从试题来讲的话呢 肯定是公务员的试题要难一些 因为咱们军队文职考试啊 同学们你们可以把2018年的 呃 征题呢 从咱们旗库 咱旗库是有的啊 从咱旗库呢 去找一下 找一下这个套卷 你会 简单的 你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咱们去年都考了哪一些题 然后我们考的这个 题目的难度是怎样的啊 嗯 好 那关于咱们今天晚上的课堂安排呢 咱们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我再次强调一遍 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 一共五个小时的时间 咱们把劳动合同法 以及知识产权法 这两集的内容 讲完就可以了 今天晚上 如果劳动合同法讲不完 没有关系 咱们会转到明天早晨 因为明天知识产权法的内容呢 是相对来讲少一些的 所以说课堂安排的话呢 大家不用担心 跟着我的节奏走就可以了啊 好同学们 那么 这个先看一下这个 我在前面啊 给大家放了两页东西 放了三页东西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你看截止到现在 大家其实在公平里留个言 也都是和这个咱们大 咱们的烧烤公告出来以后啊 同学们更加的现在去关注 说题难不难 或者怎么去挑 我呢 也是迎合大家的一个心理啊 在讲课之前呢 大家你先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今天上午 在咱们军队人才网当中 复制的一段话啊 直接是从军队人才网上 找下来的 那根据计划安排呢 现在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 我再次提醒同学们啊 3月13到20号 报考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来报名 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报名时间 然后咱们说是在哪一天 统一进行考试呢 是在4月28号的那一天 也就是说 等待咱们同学们的 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啊 一个半月的时间 这样的时间节点 你一定要先卡准了 别一股脑袋在这听课 听完课之后 发现报名时间已经过了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报名了啊 3月13到20号 那这一周的时间是报名时间 那正式考试呢 到4月末 到4月末 所以说我专门把这一段话复制下来 来提醒同学们啊 你看考试内容的话呢 一共就 一共就考两个科目 是不是啊 考两个科目啊 那一个科目呢 是公共科目 还有一个科目呢 是啊 转业科目 你看公共科目的话呢 这个 我后面还有给大家 放的图啊 还有给大家放的图 后面说啊 各科目考试的一个范围 内容和具体要求呢 以在军队人才网公布 大家你注意 你这一段时间的话呢 你要多去关注军队人才网 因为这个是官网 这个是官网 你在百度上去搜的时候 可能会搜出来很多 你像中工啊 像华厨啊 这样那些广告页面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啊 军队人才网 才是啊 官网 才是官网 所以说呢 你最可靠的消息 包括他这个考试的时间啊 包括等到后期 看他还有没有新的大纲出来 你全部都要在军队人才网上去找 然后呢 咱们是预计在九月底前完成面试和提点 政治考核 综合考察 公式 审批等工作 同学们现在先不要着急说面试怎么怎么样 党务之急 你要先过比试 你要先过比试啊 过了比试之后 那具体面试怎么去开展 你现在也可以从军队人才网上稍微了解 但是现在党务之急 你先要去过啊 比试 因为比试咱们军队人才 这个咱们军队文哲统一考试 你会发现 虽然他的题目难度不是很难 但是他考察的面太广了 你看那个大纲 大纲都十几页啊 就规定的非常的细 每一个知识点都规定的非常的细 所以说这么多的知识点 然后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 基本上你都要去掌握 也是挺有难度的 也是挺有难度的 其实大家 你们现在党务之急呢 就是这个把基本的考试情况了解一下 最主要的呢 就是你自己那个专业 到底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 因为你会发现 从这个岗位表 这位表里面你会发现 他规定的是非常细的 你只要确定好了 你那个岗位是可以报的 然后你又想来考这个试 那么你就别的先不用管那么多 然后呢 你就专心的踏实的 一定先把比试过了 一定先把比试过了 那这是这一个 关于时间呢 我给大家这个简单强调一下 然后在这一块 大家你看啊 公共科目 公共科目的话会考多少呢 我不刚才说了吗 咱一共就考两个科目 一个上公共科目 一个上转业科目 公共科目的话 一共要考十个方面 这十个方面 你像咱们这个 国防军队呀 特学技术 人文社会呀 法律呀 经济呀 政绩呀 哎 这一块 全部都是什么呀 全部都是咱们公共知识的内容 也就是咱们当下在给大家上的课 那你像言语理解与表达 数量关系 判断推理 还有资料分析 这些都属于公共园当中 刑册的内容 但是这个地方 大家你注意啊 咱们在军律文职 考试当中的 呃 刑册呢 要比 刑考当中的刑册要简单一点 啊 要简单一点 所以说 你看咱们公共科目会考察十个大的方面 哎 公共知识 上了半壁江山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刑册的几个科目 这个是公共科目的一个考察情况 再一个呢 就是专业科目 刚才咱同学说 这个专业科目比较难 是的啊 专业科目呢 它一共是分了13个大类 然后里面有44个专业 有44个专业 所以说 你一定要看清楚啊 你那个专业到底属不属于啊 可以考察的一个 算为 哎 到底属不属于这个 这个里面当中的一类 你看看 刑战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广啊 那关于这个 咱们刚刚出来的教考公告相关地区呢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同学们 那其他的在有报考方面的一些 疑问的话 注意关注咱们的相关讲座 明天上午的话呢 应该有大亨老师啊 就陈大亨老师呢 他再去给大家去讲一些专业报考方面的指导 应该是明天上午的一个讲座 同学们你们可以关注啊 因为咱们现在是政客 那因为昨天这个公告刚出来嘛 所以说在政客之前 我给大家用几分钟的时间 我给大家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把最宏观的内容 把该卡的这个时间点啊 再来给大家去讲一下 然后具体的那些你专业符不符合 身高符不符合 体重符不符合 去听相关的报考指导的讲座 咱们这些政客就不再去统一的给大家去答疑有关于报考方面的问题了 同学们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将切入到咱们今天晚上的一个说块内容 同学们 收心 收心 咱们来看干货了 来看干货了 对铺垫就是前面的那些铺垫 接下来我们将正式的记录到今天晚上有关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考点的一个学习 好同学们啊 先来看一下目录部分 今天我从网上密切关注啊 发现2019年最新的大纲它是没有出的 最新的一个大纲呢 是没有出的 有的大纲呢 还是2018年6月份的时候公布的一个大纲 但是同学们你们注意啊 即使大纲会有条件 也一定是微条 它的核心的内容 主要的内容 一定还是去年龄一些 这些你们不要担心 咱们看后期它还会不会再出一版新的大纲 但目前来讲它是没有出的 它是没有出的 19还是18的 所以说呢 咱们还是按照这个之前的大纲啊 来给大家去进行讲解 同学们 你们先来看一下目录部分 整个劳动合同法这一块呢 所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 一共是9个知识点啊 9个大的知识点 咱们先来看目录 首先第一个小节呢 就是劳动合同的概念和种类 而既然讲劳动合同 大家起码得先知道 什么叫做劳动合同 以及劳动合同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有哪几个分类 这是第一节当中要给大家讲到的问题 然后在第二节当中呢 需要大家了解劳动合同 它的一个定义过程 以及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 那第三节呢 给大家讲劳动合同的旅行以及变更 第四节 哎 到最后 那如果说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 然后我们说劳动合同它是可以解除的 哎 以及劳动合同 它的一个中指 好 就是第四节的内容 然后第五节给大家讲一种比较特殊的合同类型 叫做集体合同 按照说集体合同 那现在再往后 第六节呢 第六节 第六个小的支持点 就是啊 有关劳务派遣的相关内容 然后再往下 第七节 第七节是违反劳动合同的话 相应的 我们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 咱们又会细分 哎 如果说你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的话 你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怎样的 那包括 你用人单位 如果说违反劳动合同的话 你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怎样的 那再往下 第八节呢 根据咱们大纲说的是 劳动争议的调解与仲裁 咱学员说 这个书还没有到啊 说没有到的话 可以跟着我的PPT来走 因为我的PPT和咱们的讲义 是完全吻合的 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说你可以先听课诈 先跟着课诈走 等到书到了的话呢 再可以用倍速 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去画一画 去全一全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听直播效果是最好的 同学们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 尽量能够过来听直播啊 听直播效果是最好的 对 好 那第八节呢 咱就讲劳动争议 它的一个调解和仲裁 那最后第九个大的支持点 是有关于涉及到一些人事生意的时候 那怎么去做调解 怎么去做仲裁 这是根据咱们二零一八年军队文职考试大纲 所列的九个大的支持点 也是咱们这一次课所会给大家讲到的全部的内容啊 好同学们 在看讲之前 看一下了一八年军队文职 有关于相关内容的一些考题啊 法理学 由于前面 法理学是我给大家讲的 我之前的时候 我看码头了啊 同学们 我以为去年没有考法理学 结果我发现我打印了那个试题啊 最下面 有一页啊 最后一行 考了一个法理学啊 考了一个法理学 这个法理学的这道题非常没有存在感 所以说这里我就顺手把这道题呢 也给大家粘出来了 你们去感受一下 法理学咱们讲完了 你看一下去年关于法理学 它是怎么考的 就做分体验 这个看一眼就能够选出来答案 关于法的认识正确的是什么 可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 那不一定 我们还得去考一些道德啊 考一些宗教啊 考一些纪律 对不对 不能说法能够调整一切关系 然后B说 好的法律文件必然会造成公正的法律后果 那也不是 然后C说 法是唯一的通知工具 太绝对了 然后4D 法与现实生活呀 总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应 那这个题的话肯定选4D 是不是啊 你像这个题的话 就是去年军队文职考试当中 咱们考过的唯一一道法理学 唯一一道法理学 你看4D这种 它就是送分体 这法和现实生活总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应 那个是肯定的呀 大家你想想 咱们当下为什么来来不议的要去修法呀 那不就是因为法和现实生活会出现不相适应吗 你像今年在召开两会期间的时候啊 咱们相关的人员还说 那今年要启动刑法修正案 十一的一个修定工作 那就是因为刑法 它随着一个社会的发展 会有一些和当今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才要不断的去修定 不断的去啊 不断的出这个修正案 不断的去说自发解释 所以说你看这个题就是考证的法理学的题 非常简单 是吧 选4D啊 选4D 然后大家你再来看一下 去年劳动法 劳动法考了一道什么样的题呢 这个劳动法考的题啊 也是非常大众的 非常大众 非常主流的一个题 就考了这一道题啊 去年有关劳动合同法就考了这一道题 问你用人单位不能够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是 大家你看一下这个题 你觉得应该选什么 用人单位啊 不能够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你现在先猜 你虽然说你不知道 我们还没有讲相关的内容 但是你猜一下 你觉得这个题应该选什么 对 你看同学们都能够做对 对吧 都能够做对啊 对 正确答案呢 选择的是啊 C选项 嗯 我们说劳动者不能受任工作 也不能单方面的来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如果说是他在信用期间确实 不太适合做这一份工作的话 或者说他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归章制度的话啊 或者说这个呃 对本单位工作造成影响的话 那这个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咱们后面马上会讲到 你像这个题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的 也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去年的话劳动合同法就考了这一题 法理学的话 因为上一次我没有给大家把那个真题粘出来 那这一次的话呢 一定给大家粘理一下啊 一定给大家粘理一下 那这就是咱们去年这个考过的劳动合同法啊 通过这道题呢 那大家你也能够看到其实军队文学考试呢 他对于很多点考的都是非常主流的 就是呃 本身他就是很重要的点 然后咱们军队文学在来去考察一下 他不会说考的特别的偏 但是我们说这个考试拿来的拿在哪里呢 拿在他东西特别的多 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这点一定要知道 这有时候自己说 尤其我们在讲课过程当中 咱们给同学说的啊 他说这个点的话 大家不必过分去深究 你就不要去叫那个真 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把每一个点然后都去叫真 因为咱现在更多的 为了应对这一个考试啊 还是要求你掌握的知识面非常的广 你要尽可能的多去掌握知识点 有一些内容呢 你不需要把它深究的有多么的深刻 因为他考的没有那么难 时间有限 所以说从用这个角度 大家你要恢复些啊 你要恢复些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从第一个考点往下讲起 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劳动合同 它的一个概念和种类 同学们 第一个问题 劳动合同的概念 劳动合同啊 是指劳动 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个协议 在这个概念当中呢 不需要大家去背什么东西 但是呢 你把我标红的三根词 大家你稍微圈一下 稍微圈一下啊 劳动合同 他就是劳动者 一方是劳动者 一方是用人单位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 所签订的一个协议 咱们就把它叫做劳动合同 你像合同的话呢 它是弥法当中的一个范畴 对不对 你只要合同合同 你买卖合同呀 承揽合同呀 定做合同呀 足利合同呀 那些合同 它都是弥法当中的一个范畴 大家学过米法了 可能你们也对合同有一个认识 那么劳动合同的话 合同 它就是一个协议 劳动合同 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所签订的一个协议 那么用人单位不需要给大家解释 关于劳动者 什么叫做劳动者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句话啊 我们说劳动者呢 其实它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词汇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你凡事具有劳动能力 能够从事相关劳动来获取合法收入 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公民 都可以称为劳动者 这就是劳动者的一个含义 这就是劳动者的一个含义啊 那关于劳动者这个词 大家你稍微了解一下 知道它和公民不是一个含义 现在吧 同学们已经学完了 然后米法呢 你们也学完了啊 一定要知道 你像建法当中 有时候他会考察公民的基本权利 那公民的基本权利当中呢 有的时候会和劳动者 你比如说那个休息权 休息权 它是劳动者所享有的 你就不能偷换成全体公民这个概念啊 那米家这里的话 咱们说的依旧是劳动者 而不是全体公民 因为劳动者和全体公民 它不是一个概念 劳动者咱们刚才说了 你得具备劳动能力 你通过从事相应的劳动来获取合法收入 这样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公民 咱们才把它叫做劳动者 关于这个定义 大家了解一下啊 三个词 一方劳动者 一方用人单位 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 就叫做劳动合同 那么劳动合同分为哪几个种类呢 大家把第二个问题答上一个重点 第二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啊 劳动合同 在咱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呢 主要是分为三类 在每一类 大家都需要理解它的含义啊 每一类都需要理解它的含义 你将第一类 咱们把它叫做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咱们文职也是批用制 也是签合同的啊 同学们在公平里呢 就不要再去问一些 关于报考的相关内容了 因为报考的话呢 明天上午有讲座 讲座的话呢 回头还会有回放啊 大家可以通过去听报考技巧类的讲座 再去问相关的问题 咱们讲正课的时候 讨论和咱们这课内容有关的问题 好不好 因为同学们 你们如果在公平里 一直在询问那些问题的话 那正课内容 咱们就没有办法去 这个好好的听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跟着我的这个节奏 咱们听正课内容 对报考方面的呢 等到回头再去聊 再去聊 好 来来看一下 劳动合同的种类啊 第一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 是指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约定合同 终止时间的 这样的劳动合同 咱们还叫做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同学们 你把终止时间圈出来 终止时间 这个就是一个考点 曾经咱们考这个 劳动合同总类的时候啊 就考这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就是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约定合同什么时间的劳动合同 这个终止二字 它就是一个考点 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词 你不要去轻视它 所谓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就是说你和用人单位之间 哎 你们要干多长时间 你们这个期限是固定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华图在线工作 那我和华图在线签合同签三年 那比如说就2019年到2022年 是不是啊 1919年 20年 21年 21年是三年 像这个的话 比如说2019年1月1号到2021年1月1号 那这就是一个三年时间 这个三年时间就是有确定终止时间的 像这样的一份合同 咱们来叫做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好 期限是固定的啊 那什么时候咱们可以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 就是用人单位 你只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啊 你就可以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其实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 对于很多用人单位而言 它是非常喜欢的 它更加喜欢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咱们说有一个期限 对于劳动 这个对于用人单位这一方来讲的话 它心里也有个底儿啊 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 那咱合同期限到了 也就可以来终止这个合同了啊 那不至于说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样的话心里没底儿啊 万一后续这个人不大型啊 或者说企业出现什么问题啊 还不是很好办 所以说其实很多企业 他愿意签订的是这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是劳动 合同的第一类 那劳动合同的第一类 第二类呢 咱们它叫做啊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先来看它的定义 所谓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啊 指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没有确定终止时间的 这样的劳动合同 咱们它叫做啊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和刚才的那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正好是相对的 固定期限的 它就是明确的有一个 期止时间点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2019年1月1号 那到2021年1月1号 这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期限 叫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 它没有确定的终止时间 我们并没有说 干到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 然后我们这个劳动合同期限就到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咱把它叫做啊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什么情况下 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 第一种情况 也是你们只要协商一致 你用人单位 愿意和劳动者签订 无固定期限的 那劳动者他也愿意 你们俩只要协商一致了 你们就可以定立啊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这是第一种 大家你要注意啊 就是在劳动领域 你只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你们之间啊 不违法当然啊 咱不说这个有违道德 或者说违反 法律之类的那些事情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只要你挺我愿 其实怎么着都可以 怎么着都可以 所以说 咱定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时候啊 第一种情形也是 你只要协商一致 那也是可以啊 定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但是后面还点你注意啊 后面咱们还有几种情形 是法律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与啊 劳动者定立啊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所谓应当 也就是只要出现了这几种情况 你啊 用人单位必须要和劳动者来定立啊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么到底是哪几种情形呢 这几种情形 我需要大家掌握 我没有给大家去重点强调的 你们可以忽略啊 可以忽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法律它有规定的很严谨 是不是啊 还有把哪种情况都列出来 但是那些都不需要你管 都不需要你管 你就跟我的思路走啊 我们说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的时候 用人单位必须要和劳动者定立啊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一种情形就是 劳动者在你用人单位 已经连续工作满十年了 哎呀 人家也算是你一个老成了啊 也算是一个老成了 在你这个单位啊 都连续工作满十年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只要人家劳动者愿意 你这个用人单位啊 必须要给人家定立一个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其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话 大家你想啊 他对于劳动者这一方是有利的 是有利的 哎 他起码就觉得后顾无忧的嘛 你看 我不会说觉得2021年 那我和这个在线 滑车在线合同就到了 那到时候他会不给我去呀 哎 或者说 那我到时候再怎么去找工作呀 我不用有这样的忧虑 哎 反正我们这个合同 我比较愿意在这干着 我就可以一直在这干 我们这个合同没有一个确定的终取时间 是不是啊 所以说 咱们就为了去保障一些 老员工 你像人家一个人在这个单位 如果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 只要人家劳动者没有什么意义 哎 包括 这个劳动者没有犯一些错啊 没有说什么 或或实行辞退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 你用人单位 是要和人家劳动者定义 无故定期签劳动合同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 或者说 以改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且到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想这样的 那只要人家用人 这个劳动者这一块啊 没什么问题 你用人单位也是应当和人家签订劳动合同的 这一块说的主要是什么呢 第二种情形 同学们你注意啊 就是有的时候呢 以前用人单位 他可能没有去签订劳动合同 那我们说这个呢 是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 或者说呢 是因为这个企业要改制 企业改制这个词 大家先说过吧 企业改制也叫企业改组啊 他指的就是一些你像国有企业呀 企业企业呀 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企业 根据公司法的一些规定哈 从传统的一种组织制度 改成更加符合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 咱们还叫做企业改制 那由于企业改制 需要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 但是有一些人呢 在这边已经连续工作满十年了 并且呢 去退休也不足十年了 这个时候 你再给他签订固定期限的 那三年期限一马 万一你不想要他了 怎么办 是不是啊 他在里边干了那么长时间了 然后呢 也快退休了 你给人家签三年固定期限的 那一到期之后 你不要人家了 你说我不和你去订了 那他可能就没有什么保障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像第二种这样的情况的话 只要人家劳动者这一块 他不否定 他不否认 他愿意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过错的话 我们说你用人单位 也是应当和劳动者定立啊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所以说 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啊 大家你就记住 第一个点 没有确定终止时间的 咱们才叫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另外就是 什么情况下定无固定期限的呢 第一种就是协商一致 那么第二类就是啊 这两大种情形 也是要定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的 好 来 还有往下第三种 第三种也是啊 第三种也是 说延续两次 签订劳动合同 且没有 规定的一些过错性辞退 和第四十项 和第四十条 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的非过错 非过错性辞退情形 续定劳动合同呢 第三种情形呢 依然讲的是 同学们 依然讲的是 应当定立 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的情形 但这个情形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 你比如说 我和华图第一次签了 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我们签了三年 然后第二次呢 又签了三年的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然后就是连续两次签订 劳动合同 这个地方的劳动合同 它指的是固定期限的 我都连续两次签了 但是呢 我也没有出现一些 什么过错性辞退呀 或者说 其他的一些辞退的情形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再续定劳动合同的话 那用人单位 也得给我签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这是咱们所讲的三类情形 三类情形 它是应当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再说一遍 第一个呢 就是干满了 十年 叫满时 第二个呢 叫双时 第二个叫双时 双时就是改制 改制的那个情况下 你已经干满了十年 并且呢 去退休 不足十年 然后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连续两次 满时 双时 连续两次 这三种情况的话 都是应当定立啊 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 那对于这个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的是什么内容 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 规定的是什么内容 咱们就叫老师呢 可以稍微一发 因为呢 后面 咱们都还会去讲 具体的三十九条的知识点 以及第四十条的具体的知识点 这里的话呢 就是同学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后面咱们会去讲到啊 三十九条内容是什么 四十条内容是什么 这里的话呢 咱主教老师可以给同学们 在群里稍微发一下啊 在群里 在这个公屏里给大家发一下 你先简单看一下第三十九条 它讲的是什么 三十九条的话呢 说的就是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然后咱们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咱主教老师已经发出来了 你在这里简单一看 后面咱们会具体讲 然后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内容呢 主教老师也是帮忙给发一下啊 发完之后呢 你就简单看一眼就可以了 后面马上会具体讲到 好 那第四 第四条的话呢 大家你注意啊 这一条在后面也会讲到 也会讲到 不用记 那呢 不用记 咱们后面会具体讲到 因为这里提到了说 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 我怕你们 又想知道第三十九条到底是啥 然后第四十条到底是啥 所以说这个 让助教老师给发了一下啊 但是你不需要记 后面咱们都还会讲 三十九条和四十条 这两条是特别重要的考点 特别重要的考点 好 那接着往下 第四种情形呢 说的是什么啊 说的是用人单位 对用工军事企业满一年 如果说没有和劳动者定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话 也是视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已经定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大家注意啊 一二三 一二三的话呢 讲的是应当定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 而第四个呢 是有一种情形 咱把它视为你定立的就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这个情形呢 咱们后面也会讲到 也会讲到 讲的就是呃 用人单位和咱劳动者呢 应当定立书面的劳动合同 而且有一个时间限制 就是啊 一个月以内嘛 那如果说你超过一个月 啊 然后呢 一直都没有钱 一直都没有钱 那后来的话 咱们说你其实还是要支付啊 装备工资的 是不是啊 后面会具体讲到啊 我们说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你满了一年都还没有和劳动者定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 好的 你不是不定吗 不定的话 我就认为你和劳动者之间定立的是没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你们两个之间没有确定的终止啊 合同的一个时间 就这个意思 这个呢 也是为了保护咱们劳动者的 好 那这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这几种情形 接着再往下 看第三种合同的类型 叫做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好 这是咱们讲的第三种劳动合同的期限 这个类型啊 就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先来看一下 说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呢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以某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时间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当该项工作完成以后劳动合同提告终止 这一种劳动合同情形 它指的是什么呢 这种类型它主要指的其实就是啊 同学们 你比如说咱经常会搞某一个项目 那咱专门的去组建人马 招兵买马 就是为了搞这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一旦结束以后 我们这个人马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竣工了 已经大功告成了 那你像这样的 就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我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咱们在建港州澳大桥的时候 那港州澳大桥 我们为了建这个港州澳大桥 专门的去组建一系列的班子 包括工程师啊 包括专门的施工人员啊 包括一些技术人员啊 等等的 那组建完这个班子以后 我们会强调 我们的任务就是建港州澳大桥 等港州澳大桥进攻以后 那么我们这个班子就算了 就结束了 大家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像这样的话 就属于已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这个大家你注意啊 那还有一个点呢 我想为大家强调一下 大家你们来思考一下 咱们说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它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还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你想想 可以再公平敲一下啊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它是固定的期限 还是无固定期限 嗯对的对的 其实这个从本质上来讲 它也属于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但是它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不一样吧 同学们 你想想 它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不一样吧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你想想 第一个就是啊 同学们 对很好啊 对很好 你讲 咱们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它是有确定终止时间的 像我说的 2019年1月1号 我和华国在线签订劳动合同 那么2021年1月1号结束 有一个准确的日期 有一个准确的日期 但是对于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而言的话呢 它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 它说的就是 咱们就以这个项目结束为一个时间点 项目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咱们这个合同什么时候就到期 所以说 它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终止的时间 这个呢 是它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不同的第一个点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不同的点 你比如说 咱们刚才还讲了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如果说你连续两次 签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话 再签 那就得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是不是 那如果说 你有一个签的是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你又签了一个 能不能说 你签了两次以后 然后你也就必须得签这个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呢 也没有这样的说法 对吗 因为咱们刚才讲的 不能 当然不能 咱刚才讲的那个 要是签订无固定期限的话 它必须是 你已经连续两次签了固定期限的 而不是说 你签了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和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它的一个不同 它的一个不同 还有其他的不同 大家不需要再想过了 你在这里就稍微了解一下 它虽然其实也是固定期限的 但是 它和咱们刚才讲的第一类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个概念 还存在诸多不同 那这就是咱们劳动合同法当中 明确给大家列出来的 劳动合同的三种类型 第一个固定期限 第二个无固定期限 第三个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 这三种劳动合同的类型 是一个重点 大家你一定要掌握 你不用把它掌握的多么的深 我刚才给你强调到的点 你把它掌握就可以了 好 接着咱们再往下 看第二个大的考点 就是劳动合同 它的一个定例和效率 首先 劳动合同定例的形式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定例书面劳动合同 大家你把书面两个字重点化一下 没有讲义没关系 跟着我的PPT走 书面两个字要重点化一下 你一定要知道 在当下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一个规定 你和用人单位之间 去建立一种用工关系 建立一种工作关系的话 你们之间必须要有书面的劳动合同 这个是硬性指标 硬性指标啊 就不容你说 还能有选择性 说书面或者口头 没那么随意 必须要定立书面劳动合同 这是第一个点 那我们签订的这个合同呢 是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职一赠的 同学们 你们当中 有人应该已经参加工作了吧 或者说其实很多都已经参加工作了 反而一些毕业生可能会少一些啊 你想 你在和用人单位和你的公司 去建立用工关系的时候 你公司有没有给你签订劳动合同啊 肯定有签吧 肯定有签吧 同学们说 说那个 我曾经我手加工去实习过 那样的不算啊 手加工这个 不是正规我们这里讲的这种劳动关系啊 你像手加工的话 不属于我们这种劳动关系啊 你可以是 那个包括一些课外辅导啊 一些这个经验学教练嘛 之类的 那个你可以叫他劳务关系 但是呢 你不能叫他劳动关系 哦 那好多同学说 没给 自己手里没有 那你们公司做的不是很规范啊 按理说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职一分 你比如说我和华族在线 我们之间是一种 这个用工关系啊 工作关系 那你看 人力那里会有一份劳动合同 然后我这里也会有一分 他一定是一室双赞 他们有一分 我这里也有一分的啊 我前段时间我租房 然后还要这个搞职业认定啊 那职业认定的话 我还把这个劳动合同拿过来 我又仔细的去看了一下去研究了一下啊 方方面面的正常情况下 就是应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职一分的 这个地方大家了知到啊 来现在往下 劳动合同的定律原则 定律原则这块呢 不是特别核心的 就是点几个小的问题 大家简单一了解就可以啊 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叫做合法原则 所谓合法原则呢 就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必须合法 主体必须合法 大家你看 劳动者一方必须具有劳动行为能力和劳动权力能力 即必须达到法定劳动年龄 并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 这个叫做主体必须合法 其实主体必须合法的话 他强调的就是一个特别核心的点 你不要去雇用一些同工 你不要去雇用一些同工 因为我们要求你既然是劳动者的话 那你应当是达到法定劳动年龄 并且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 你不能让一个三续的娃娃去搬庄啊 他也搬不动啊 他也不会搬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主体必须合法 我们强调劳动者得达到法定劳动年龄 那么根据咱们国家劳动合同法的一个规定啊 一般情况下就是达到16周岁就可以了 就达到16周岁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话 那你是继续使用的 继续使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如果说是一些文艺体育啊 还有一些这个特种工艺单位招用的话 那样的话可以例外 例外 因为大家你都知道像体育 像一些杂技之类的 那个需要从娃娃抓起 需要从小就披养啊 是不是啊 但是咱们说正常情况下普通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 你不能够着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这就是主体必须合法 他所体现的一个核心意思 另外用人单位 你也得合法呀 你必须有法人资格 你必须有法人资格 如果说你是私营企业的话 你也必须得符合法定条件 但这个地方没有核心考点啊 没有核心考点 就第一个 然后呢 劳动合同的内容也必须合法 内容必须合法的话 主则是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包括你们在里面规定 你劳动者想有哪些权利 应当领行哪些义务 包括我用人单位 有哪些权利 领行哪些义务 这些的话 全部都要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劳动 这次的一个规定 不能去搞一些非法的工作 是不是啊 那种不入流的 被咱们打击的 那样的一些行道是不可以的 你不能说 我们签订一个劳动合同的 最后是专门去搞一些 卖银工作的啊 那样的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再往下 我们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话呢 程序和形式也必须合法 程序和形式必须合法 指的是什么意思 劳动合同必须依照 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签订 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大家你把这个书面形式 可以再画一下 形式必须合法 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要有书面的劳动合同 我们是以书面形式来签订劳动合同的 并不是口头表达的 这就是形式上的一个合法 合同的主要条款必须具备 咱们后面 马上会讲到 马上会讲到 哪一些是劳动合同的 必备条款 或者说哪一些是劳动合同的 主要条款 这是这一点 往下 看第二个大的原则 第二个大的原则呢 叫做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 什么叫做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啊 第一个 平等 是指在定立 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啊 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不存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大家你一定要知道啊 就是你在这个劳动过程当中 你和你的单位 你们就是平等的一个关系 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 我的领导怎么样怎么样的 搞得这个 好像官本位思想很重似的啊 不需要不需要 就是你给他提供 呃 你的这种智力 呃 你的这个劳动 付出你的劳动 然后去换取你的报酬 你的薪水 去养活你自己 包括养活你的家庭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平等的关系 没有什么命令与服从啊 然后官本位啊 那样的思想是没有的 这是这一点叫平等 然后什么叫做自愿 自愿是指劳动合同的定例 及其合同内容的达成 完全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志 是协真实意思的表示 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啊 强加于对方 也不允许第三者啊 非法干预 协商一致 是经过双方当事人 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签调劳动合同 说到这一点的话呢 我就是给大家举一个 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啊 就2019年1月份的时候 你想距离现在 时间也并不遥远啊 咱们媒体上报道了一个事件 叫做52名男子失踪记 大家你们看过吗 有没有留意过 52名男子失踪记 关注过这个事件吗 其实这一个事件的话 从这个角度来讲 咱们就讲得通 咱们就讲得通 可可说没有 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啊 说的就是 这个有一些人啊 然后呢 被一个被几个犯罪传伙 就相当于是掳过去了吧 把这大国人掳过去之后 然后强迫做工 强迫做工 有时候一干干好几个通宵啊 那不服的话就打 也跑不了 因为有一些人 呃 这种这个 壮劳力啊 不是传销 是做苦力 就给他们干活 干苦力 然后就是被他们控制的 天天在那边干活 天天在那边干活 传销的话 他还就是那种精神上的一种营销呢 是不是啊 传销的话 他说今天就是让你发展下线 哎 然后呢 这个骗钱 骗你的钱 那是思想上的一种控制 而这个呢 这个是是的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活人 弄过去当奴隶 当奴隶 ZC说看过 是的 这个一共是五十多个人啊 五十多个人被四个犯罪团伙 然后控制着 就在一个地方去做苦工 干好多天 就一连干好多天 一分钱的工资没给 罚过 最长的被控制了六年啊 最长的被控制了六年 大家说他们不会跑吗 跑不了 因为他们掳制的这些人 当中啊 好多其实都是聋哑人 都是一些残障人士 所以说这些人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残忍啊 非常的就惨绝人 人寰 就毫无人性 把一些聋哑人 然后掳过去之后 就是打他们 然后奴役他们 让他们没日没夜的去干活 对没有人性啊 那后来的话呢 我们说警方把这个 呃 窝底给他捣毁了之后 哎 把这些人都解救出来了 有在里面病死的 就干活干得很累了 也不会去给他看病的啊 那或者说想跑啊之类的 就活活的一段暴揍 那有在里面就是活活死了的啊 就在里面 人命都没了的 可能是病死了的啊 可能病死了的 那么后来呢 就有一个黑龙江的小伙 那个小伙就才 九年后二十多岁 对二十多岁 然后接受媒体采访 他在里面被关了五年 就和家里就失联了五年 整整五年的一个时间 那后来被解救出来 你像被解救出来以后啊 现在这个也判完了 那法院对于这几个犯罪团伙的一些控制人 就是以一个什么罪名呢 叫做强迫劳动罪 叫做强迫劳动罪 在他们刑法当中 可可说五年被宣告死亡了呀 可可你要注意啊 虽然有宣告死亡这个制度 但是宣告死亡 你得经申请 你不申请的话 有没有人说 我主动给你宣告他死亡啊 你家里人要不去申请的话 有没有人知道 你这个人死了 或者说在了 或者不在了 是不是啊 你必须得经申请啊 得经申请 那么再另外一方面 就算是真的有申请了的 就有人真的回来了 回来之后 你也得再去申请来撤销这个死亡宣告 是不是啊 你不能说大活人实际上活着 然后我就当他死了 我就因为宣告他死了 然后我就当他死了 那不可能是这样 因为制度是死的 人是活的啊 就即使他家里人 就刚才我说黑龙江的小伙啊 他家里人给他宣告了死亡 那他活着回来 他家里人也应当到法院申请撤销 他的一个死亡宣告 这是迷法的内容 咱不再去过分拓展啊 所以说我就借这个点 给大家去强调什么呢 强调咱们刑法当中有一个罪名 叫做强迫劳动罪 因为我们在定立劳动合图的一个 最初中的点上 我们要求你必须得是自愿的 平等的协商一致的 来达成这个劳动合同 你强迫他那不行 强迫人家去以暴力呀 威胁呀 这种方法强迫人家做工的话 有可能会触犯强迫劳动罪 你像这几个犯罪传火 应该是被判了五六年 当然他们好几个人啊 判的这个刑期不同 最严重的一个应该是判了六年 判了六年 大家说 也都把有的人都在里边死了 怎么才判六年呀 强迫劳动罪这个罪名 他没有那么高一个刑罚 另外呢就是 那个人不是被他们直接杀死的 而是说因病死亡的 所以说我记得这个案例当中 判的最高的就是判了六年啊 所以说借这个例子呢 给大家就讲一下 咱们劳动合同定律的原则 再往下 小陈说那智人死亡了呀 我说智他死亡了吗 智人死亡 这个话你不能说 随随便便就叫智人死亡 那个智人的话 他一定有一种因果性 就是因为我才导致他死亡 这叫智人死亡 那么明白吗 虐待致死的话 就是大家自由发挥的一个情节啊 自由发挥的一个情节 我举例子 我可没说给他虐待致死啊 我就说里边有人呢 甚至有人在里面 就是因病死亡了 好 那现在往下咱们看劳动合同 它是一个条款 劳动合同的条款 一般分为必备条款和可备条款 大家把劳动合同的条款 也是要打上一个重点号 如果说是因为虐待致死 或者说是故意杀人 间接杀人 那那个性质就不会给他定 强迫劳动罪了 最终法院认定的是 强迫劳动罪成立 那在强迫劳动罪的一个刑期以内 最高的一个给他判了六年 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好 把劳动合同的条款打上一个重点号 劳动合同的条款呢 咱们从宏观上是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做必备条款 一类叫做可备条款 什么叫做必备条款 大家你注意啊 所谓必备条款 指的就是 劳动合同法当中规定的 要签订劳动合同 必须具备的条款 必备条款就是 咱们劳动合同书当中 必须要有这些条款 这叫必备条款 那么必备条款具体包括哪几类呢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 一共是规定了九条内容 咱们组一来看啊 首先第一个 就是用人单位的名称 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 大家你们如果有已经参加了工作的 并且你们手里也有一份 劳动合同书的话 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他一定会有在最开始匪业啊 就是除了封面 然后第一页的话呢 甲方乙方 甲方他写的是用人单位的名称 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 他的一个名称 你比如说我在华图在线 那么我的这个甲方就是 华图 谷阳 谷分 什么科技有限公司之类的 他一定是华图 然后乙方就是第二个条款 写的是我的姓名 断千财 然后我说在哪里 小谁说你们合同一共就一亿 然后以上的话 那会是我的姓名 那然后呢会有我的住址 包括我的身份证号 我的联系 方式那会有我的相关信息 这个是第二个必须具备的条款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劳动合同期限 劳动合同期限 大家你注意哈 劳动合同期限 就也是一个必备的条款 你像我和华图 我们这个是一千三年 一千三年 所以说劳动合同期限会明确从哪一年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到哪一年什么时候结束 那只不过满了之后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会再续上 会再续上 那劳动合同期限是要体现的 因为它是劳动合同法当中必备的一个条款 那哪啊 啊什么咋了 真的往下啊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也是要有的 同学们你们以后如果说参加工作了啊 在清定劳动合同的时候 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说你那个劳动合同当中 比如跟你说的是啊 工作地点在北京 但是你如果是以后 你发现他让你去广州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以 大家你注意 你可以以用人单位这一方来违约 用人单位违约这一块 你不去就行 你不去就行 如果我们说无故的一个期限 合同不是没有时间吗 是的 没有时间的那个就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咱们劳动合同法当中有 如果说你们这个合同书当中是没有期限的 那我就给你示威你们签的是无固定期限的 能明白了吗 正常的合同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期限 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 同学们你想想 定的都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是不是 绝大多数情况下 用人单位他和劳动者签的都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你一定要有劳动合同期限 如果说你们这个合同书当中 没有写期限 没有写期限 就说明你这个合同 它是一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明白了吗 过吗 合同法当中 劳动合同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啊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好 来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也是要签的 可可说你曾经是法人 从来没有给员工签过劳动合同 嗯 我也说你真的是很很幸运啊 首先你不懂法 你的员工可能也不懂法 因为你的员工如果说懂法的话 你可能要赔他们好多钱 嗯 对 如果他们告你的话 你起码一个员工要支付十一个月的双倍工资 一个员工就要支付十一个月的双倍工资 啊 后面咱们马上还会讲到 那你看这些课还是刚给大家谷法了 是不是 因为每个人大家都还会 面临着以后就业会签订劳动合同啊 以后你当老板也好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也好 多了解一些这些基本的内容 对咱们以后也是非常有用的啊 再往下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我刚才说了 要有的 就如果说你工作地点写的是北京 完了之后呢 给你派到这个深圳去了啊 派到这个杭州去了 那你可以说他违约 你说你给我签在这北京 为什么你让我去深圳工作呢 对不对 你如果说不想去的话 你可以就是这个提出来这个意义啊 可以提出来这个意义 这也是一个必备条款 再往下的话 就是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在咱们国家呢 一般来讲就是八小时工作制 八小时工作制 而休息休假这一块 你像法定期假日 法定期假日是必须休的 那平时的这个休息日呢 咱劳动合同法当中规定的是 每周你至少要休息一日 我们不要求说所有的企业 全部都搞双修 你像华厨 华厨的话是双修 虽然双修 我们就是周六周末 全部都还是要上课啊 有课就要上课 但是如果没有课的话呢 我们是双修 包括我们如果有课 再上课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调修 也可以调修 就是把这个上课的时间算 加班时间嘛 回头可以再补修回来 再补修回来 但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就是 一天来讲呢 是不能够超过八个小时 不能够超过八个小时 另外就是休息的话 一周至少要休息一天 一周至少要休息一天 休假的话 就是一些法定期假日 你肯定要休 另外就是你占满多长时间 那你想有那个年假 年假的话也必须要休 就是休息休假 以及工作时间 我们也要体现在劳动合同当中 另外劳动报酬也会 每个月是多少钱 实习期还是正式工资 这个劳动报酬 你的劳动合同数当中也有 反正我的是有的 我的是有的 另外就是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的话 就是咱们所讲的那个无险 现在无险 这都是必须要讲骂的 企业 有的是企业和劳动者 你们共同讲骂 有的那就是企业这一方 他给你他单单单方给你来交 但是呢 社会保险这五险 现在是要交的 那这五险的话 主要其实就是养老保险呀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工商保险 还有生育保险 这是咱们所讲的五险 社会保险要体现在 劳动合同法等 劳动这个合同当中 再往下 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就是这一点的话 主要针对一些 你比如说容易上职业定的那样的一些行业 粉串类的呀 包括一些污染类的呀 一些化工类的呀 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 他可能接触到的一些元素 接触到的一些东西 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伤害 那么有关于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 职业危害防护的一些点 我们也需要去见在劳动合同当中 那最后一个 就是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其他是一个兜底条款 所以说同学们 在咱们劳动合同法当中 规定了 如果签订劳动合同 必须具备的九类 必须具备的九类 住房公基金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 就是没给你们交住房公基金的 无险一斤 无险一斤的话 这个是现在很多企业 都是这么缴的 缴无险一斤 但是我们说社会保险 这无险是必须缴纳的 住房公基金的话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 没有明确的说明 说你必须对缴门一斤 没有这样明确的一个说明 就交与不交 这个就不是特别强制的 就是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 可可说考入门值啥都有 对的 加油吧同学们 考上去之后一个月 公司就八九千了 对吧 八九千啊 好 必备条款这九项 考试当中会考考察概率非常的大 他会给你一个选择题 问下列哪一项 不属于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能明白吗 或者说下列哪一项 哪几项属于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因为咱们考试的时候 单选多选题都有 单选多选题都有 讲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多选 其实因为它是九项情形 把这九项情形背下来 背下来 这是必备条款 有必备条款就有约定条款 约定条款也叫做可备条款 可备条款就是约定条款的意思 同学们你们可以自己简单备注一下 可备条款就是约定条款的意思 说可备条款是劳动合同的约定条款 这个是除了法定必备条款以外 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 也可以不约定的条款 那是否约定你们自己确定啊 后面这些这几段话不需要管 但是大家也需要知道 我们劳动合同当中的约定条款 一般包括啥 一般包括啥啊 这几个比较爱考 一个叫做试用期 一个叫做培训 还有一个叫做保守商业秘密定业限制 一般这三款内容 特别容易混淆大家 这三款内容 这三项属于约定条款 这个试用期 你像试用期 你和你的公司 你们这间到底有没有签订试用期 试用期到底是多久 在遵循法律规定的一个大行程下 就是你们可以约定 他说我就相中你了 不需要试用 没有问题 你进去的话就会正式工 然后就开始拿全新 不需要拿打发折的 没有问题 试用期是你们约定的 那另外就是培训 培训的话呢 其实一般也是两大类培训 一个呢是单位内部的一个培训 那还有呢 就是那种专业技术培训 他给不给你培训 到哪里去给你培训 给你培训多久 是否对你进行培训 这个是你们约定的 你可以说 说呢 我是一个小白 我刚刚踏入职场 我什么也不会 那我既然来你们公司工作的话 我希望你们能对我进行专业的包装 我希望你们给我培训一下 业务指示 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约定 那公司说 好的 那我们出钱 来给你做专业的培训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约定条款 另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保守商业秘密和经业限制 保守商业秘密和经业限制 这个也是你们商量的 尤其对于一些技术类的公司 那么从事技术港的工作人员 那你们之间可能要约定一下 说那你既然在我公司干 那这是我公司的核心经历 你不要给我往外传 是不是 你们可以签订相关的经业限制 或者说保守商业秘密的条款 但是这个几类 大家你要知道 它并不是一定要提借在劳动合同当中的 是你们可以赏量出来的 它属于约定性质的条款 尤其这几类特别考试的时候 就是特别容易吻小到必备条款里面 让大家去选择 现在咱们讲过了 你要记清楚 必备条款是前面的九项 这三项属于约定条款 具体怎么约定 约不约定 你们善良的来 善良的来 来接着往下 咱们看劳动合同的生效 劳动合同的生效 劳动合同依法成立 极具有法律效力 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 双方必须履行 劳动合同中规定的义务 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并听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 劳动合同文本上 签字或者盖章生效 劳动合同什么时候生效 就是你们签了认识后 那双方要在劳动合同上 盖上章或者啥 签上字 这就成效了 都签过 是不是 很多咱很多同学 很多学员应该都工作过 那工作过你可能就签过 那肯定是你们 甲乙双方 然后要么盖个章 要么就是签个字 那说按手印 这个这几种方式 选择一个就可以 那很多都是 又签字又盖章 又按手印 其实这有一点多余 你弄哪个都可以 签字也行 然后盖章也行 按手印也行 一般就是根据 这个合同法的一个规定 你签字或者盖上章了 就有效了 就有效了 劳动合同的无效 好 大家打上重点号 劳动合同的无效 这个 大家打上重点号 那既然 有什么效 他就得讲无效 劳动合同的无效 在咱们考试当中 考察PC是比较高的 这个点呢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 他说的原文是 劳动合同的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 这是他的一个原话啊 但是大家你就记 劳动合同的无效就可以了 他考的时候 他一般也就是考 下列合同类型 属于无效 劳动合同的是什么 他一般也不会说 表述成说下列 劳动合同 属于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的情形 是什么 他一般不这么说 他就直接了当的说 下列劳动合同 类型当中 属于无效 劳动合同的事情吗 那么大家也会判断 属于无效 劳动合同的情形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欺诈协迫的手段 或者趁人之威 是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识的情况下 定例或者变更 劳动合同的 像这样的 我们说这个合同无效 因为咱们前面 最开始讲 定例劳动合同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强调 你必须得自认 得协商一致 得平等 而你这里是用了 欺诈的一个方法 或者说是威胁着他 趁人之威 这种情况下 定例劳动合同 能有效吗 无效 你都违背了定例合同的 那个基本的大原则 所以说 这种情况 无效 另外就是 如果在这个 劳动合同当中 用人单位 可劲的甩锅 把责任都推到 劳动者身上 然后呢 也不赋予 劳动者相应的权利 比如说 劳动者获得报酬的权利 休息休假的权利 在劳动合同当中 没有劳动者 这些权利 劳动者都没什么权利 就是劳动光荣 希望你每天24个小时 能够有20个小时 都在公司加班 然后一周7天的话 希望你6天半 或者7天都在公司加班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排除劳动者的权利 然后呢 还把你自己的责任 都给撇清了 都甩出去 如果有劳动合同是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劳动合同无效 另外就是 你在劳动合同当中啊 是搞一些违法勾当 制定了一些违法法律行政 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 一些内容是违法的 那这样的也是无效 这样的也是无效 所以说 同学们 关于无效劳动合同的情形 主要是这么三类 第一个 欠诈协获权人日威 第二个 就是免除自己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 第三个 违法 违法的 这三类都属于啊 无效的劳动合同情形 如果说 大家注意哈 就是一个劳动合同当中 有那么几个条款 是无效的 但是其他的是有效的 那像这样的话呢 其他的可以继续有效 就那几个条款 给他无效了 就可以了 咱劳动合同这一块呢 就说也不会说 因应费时 就一个条款 违法了 那整个劳动合同 全部都废掉了 其他的如果说 休息休假很好 责任保障 那块也很好的话 其他的还可以继续有效 只不过把他 违法的这一条 给他 无效掉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劳动合同 无效的几类情形 接着咱们往下看 劳动合同的一个旅行和变更 这是第三个 办的指点哈 首先劳动合同的旅行 这一块的话呢 没有特别合计的指示点 咱们简单一过就可以了 劳动合同的旅行 是指劳动合同发生的法律效率 劳动合同呢 一般来讲 分为有效的 无效的效率待定的 可设销的 但是同学们 就是咱们大纲当中没有规定啊 我们PPT当中 还有我们讲义当中呈现的内容 是严格依照大纲来走的 大纲当中没有涉及的 同学们你们可以先不用去管它 因为大纲规定的特别的系 哪个点属于考的一个范围 它都列出来了 都列出来了 这些无关的 你可以不用去管它啊 可以不用去管它 好 劳动合同的旅行 是指劳动合同发生法律效率后 当事人双方各自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法 完成各自应尽义务的活动 你比如说 我和华族 我们之间有一个劳动合同吗 那我的任务就是我给他上课 然后他的任务就是他给我发钱了 是不是啊 我们也是正常的交易活动啊 没有干什么违法的够当 就我付出我的劳动 然后他给我吸水 那我才得靠这个 吸水去养活自己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像这样就属于劳动合同的旅行啊 下面这段话 大家你稍微留意一下 民用人单位 变更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投资人等事项 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旅行 把这句话最重点留意一下 这句话 曾经在一个地方的事业单位考试当中 这个涉及到了啊 涉及到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比如说 还是拿我来举例子 我在华族工作 那一天我们华族变成了土华 就更名了 那有一天我们公司老大换成了另一个人 老大掉走了 换成了另一个人 就法定代表人更换呀 用人单位 名称变更呢 这一些点 你想和我有太大关系吗 没有太大关系 那和我这个合同旅行有太大关系吗 也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不会当然影响到 劳动合同的一个旅行 不会影响到劳动合同的一个旅行 这是一个点 大家你要知道 千万不要以为说 按照这个公司法定代表人都惯了 劳动合同应该就终止了 不会 劳动合同该怎么旅行 怎么旅行 老大该怎么犯怎么犯 如果说用人单位 发生合并或者分离等情况 华族一拆为二 像这个孙悟空 拔根猴毛一样 又一个孙悟空跳出来了 如果一分为二的话 或者说 华族再现和另一个线上的 华族下面的公司 线上的机构 然后给他变到一起了 合并或者分离等情况 原劳动合同也是继续有效的 只不过劳动合同呢 由成绩提权力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一分为二 那那个合同其实还是继续有效的 还是继续有效的 只不过你看下 拆了以后 你的上司变成了谁 然后法人变成了谁 就由那个成绩者继续来履行就可以了 第二段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啊 你要知道相关内容的一个变更 并不会最难影响到影响到咱们这个劳动合同的一个旅行 看劳动合同的变更 劳动合同的变更 稍微留意 关注一下 劳动合同的变更呢 指的是劳动合同在旅行过程中 双方的权力 义务 因故 无法全部实现 或双方认为有必要调整劳动合同内容 而需通过当事人双方再次协商 对原条款做部分修改补充过费除 是原来签订的劳动合同 适应变化发展的新情况 从而保证合同的继续全面履行 变更劳动合同 大家把标红的部分重点画下来 如果说你们劳动合同在旅行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情况 这是原来的合同已经没有办法 再去继续旅行了 你们可以商量着对于合同内容啊 做一个变更 做一个调整 但是我们说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 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 一般情况下 什么时候咱们会进行劳动合同的变更呢 就可能会变更劳动合同的情形 也是非常的多啊 你比如说你的工作岗位 给你进行了一个调整 你本来是一个技术人员 后来说要让你去基层锻炼 搞成了一个保洁 哦没问题 你只要同意 把这个合同内容变更一下 工作内容由技术变成了保洁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劳动者 如果说生病了 生病了的话呢 那回来 治病回来以后 发现他已经不再适合原来那个岗位了 肯定要去调一调 那还有时候就是 咱们说待遇 现在金融危机啊 说我就不裁员了 但是呢 不裁员咱们得降薪啊 本来每人一万块钱 现在每人打五折 五千 那这样的话 你想也是需要你们商量妥了之后啊 就劳动合同的内容做一个变更 你们只要能商量一致了 没有问题同学们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说 你变更劳动合同的时候 也是应该采用促进行式 变更以后也是这个劳动合同文本呢 一是两份 你一份 然后用人单位一份 这是劳动合同它的一个变更 接着咱们再往下看 第四个大的考点 同学们先休息吧 行吧 因为第四个大的考点 劳动合同的解除 这个点非常重要啊 咱们先休息十分钟 八点二十五的时候 大家回来 咱们开始完整的讲 第四个大的考点啊 休息吧 休息十分钟 八点二十五的时候回来 休息十分钟 一生要做多远的路程 经过多少年 才能走到重点 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 多少血和泪 才能慢慢实现 远地皆认我 暂时倒飞 谁说那是天真的雨夜 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 写下贪婪的时间 不管有多么义倦 不管有多么义倦 唱来唱落世界多变迁 迎接光辉和黑月 为他一生奥远 为他一生奉献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 谁说那是天真正 谁说那是天真正的雨夜 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 写下贪婪的诗篇 不管有多么义倦 唱来唱我世界多变远 迎接光辉最远 为他一生奉献 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 写下贪婪的诗篇 写下贪婪的诗篇 不管有多么义倦 唱来唱往世界多变迁 迎接光辉最远 为他一生奉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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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分彼此 都规定在劳定 怎么前提合同 怎么解除合同 怎么解除合同 怎么旅行合同 仅关于合同这一个小分支的叫劳动合同法 咱会在讲劳动合同法的时候也会牵扯到劳动法当中规定的 因为他们俩本身就是特殊和一般的那只不过咱们说有特殊有一般的情况下是特殊优于一般但是如果特殊里面没有相应规定的时候咱们就去找一般法就去找一般法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首先明白啊 第24条有规定 说兼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就可以解除 大家你一定要注意啊咱平时如果啊和咱们呃用工单位之间就发生一些不愉快也好包括你在这里你觉得你干的不开心也好你认为钱没那么重要是吧你是为了开心而活的那你可以和你用人单位协商一致来解除劳动合同 这个是最不商和气的一种方法千万不用说非得搞的呃我去提起仲裁呀哎或者我去法院告他当然我是学法的啊我这个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也很强并不是说告诉大家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权益该维护的还是维护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解禁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协商一致来解除的话呢这个其实对用人单位也好对你也会是一个好事那如果说真的走到仲裁那一步 那有的你比如说我在培训市场那可能培训市场哎大手也就那么几家你如果说搞得这个很蛮横啊呃很决绝很决情的话有可能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口碑也都不是特别的好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维权的途径其实有很多那同学们能有洁净的时候尽量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特别的复杂你一旦走诉讼的话那诉讼程序可能还很慢也会消耗你很多的精力是不是 能协商还行协商协商一致然后呢友好的解除劳动合同你再另行下家这个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哈就是第一个那如果说是咱们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可以不支付丁计不偿金的对这个其实劳动仲裁如果说你和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是那种特别蛮苦讲理的他就是要压榨你的利益的话你完全可以去提起仲裁啊提起仲裁的话劳动仲裁一般来讲 都还是保护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是不是啊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嘛所以说你只要去提起仲裁哎只要你是占预的这一方仲裁一般他还是会支持咱们劳动者这一方的因为有时候确实你想走捷径有人单位他不想和你走捷径哎他想是欺人他去压榨你的利益那样的话这个适可人是不可人是吧所以说是这样一种关系啊 劳动者首先提出的用人单位可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是劳动者这一方他自愿离职的话同学们你注意啊用人单位他可以不去支付啊经济补偿金在咱们劳动合同法或者说劳动法啊当中有一个概念的叫做经济补偿你表输成经济补偿也可以表输成经济补偿金也可以是一个意思啊 这个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用人单位他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他要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补偿那具体补偿的标准是多少怎么一个补偿法这个不需要大家去管因为补偿这块非常的复杂到底怎么去补情况也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块非常的复杂不需要大家去掌握考试也绝对考不到说张三离职了他企业的补偿多少经济补偿金这个绝对不会考绝对不会考啊大家你就知道如果是劳动者这一方他先提的话 那咱用人单位可以不给他来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啊那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是经过协商一致那没有经过协商一致呢我们劳动者可以用用另一种方式叫做提前通知来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提前通知是提前多久呢大家你把我标普的部分画下来啊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对答劳动者如果说 他是在试用期的话因为试用期比较短嘛所以说试用期不要求你三十日试用期的话提前三日就可以了大家你注意啊正式的员工是提前三十日你要提前一个月并且是用书面的形式来通知用人单位在这一块的时候早几年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想离职但是他和他那个老东家大概就是没有协商的特别的好那他又就是铁了心了非常地想走怎么办呢就在那问我一想走的话你就是提前通知嘛对吧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大家说那我怎么证明以书面形式通知呢你其实可以采用邮寄的方式你可以采用邮寄的方式邮寄的话他不是有邮寄盖的那个戳吗就是那个戳的话他就是一个时间证明他就是一个时间证明 你只要是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了哪怕他不想让你走这个东西他不能强取熬夺是不是就你只要是提前三十日以内书面通知他了那到期以后你是可以走的你是可以走的到期以后你就不需要再看他的脸色不需要再和他来回的膜来回的耗了这个点大家明白了吧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啊怎么证明是书面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采用邮寄的方式因为邮寄的话他会盖那个戳 他会盖那个日期盖那个张那个张的话法院他是认的法院他是认的啊协调一致没有时间要求我刚才说了协调一致是最便捷的方法你们只要商量好了你说我要离职好的他说那你明天就可以走了没有问题那或者说你公司说那你把手头工作交接交接然后看看时间把这个工作交接完了以后就可以走也没有问题反正你只要协商一致的话他是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要求的咱们这里讲的是如果说你们没有协商一致或者说 协商不一致就协商不了那你劳动者要提前三十日啊提前什么日期的三十日2977什么叫提前什么日期的三十日啊你就比如说我现在想离职那你看今天就三十三我提前三十日我就到四月十三我才能走嘛对吧我才能走嘛我必须得对到我离职那一天我离职之前就三十日 我甚至把时间通知他了啊然后我必须得到了这三十日以后他哪怕不同意我才能走这叫提前三十日啊这叫提前三十日啊就我想走呢我不能说对就再干够三再干够一个月啊再干够一个月你到时候同意我也走不同意我也走反正我已经提前三十天我通知完你了你该去找人的去找人你要找不上人的话那是你的事我已经提前三十天通知你了我人之一计了就这个意思哎对 劳动者如果说是适用期的话三天就可以啊适用期的话三天就可以咱学员说的是对的你只要做了这一个月他到时候依然说我不让你走你不让我走我也得走就你说了就不算了因为我已经按照劳动合同法的一个规定期前三十日给你做好了通知工作你被炒鱿鱼了就你把老板给炒了嘛对吧嗯好这个再往下啊 另外再往下是还有一种情形叫做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大家你看啊咱们刚才讲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第一种是协商一致然后第二种呢第二种是提前三十日通知然后第三种是劳动者他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这里的话强调一个被动性啊也不是说劳动者他真心他就不想在这干了啊而是你这个用人单位做的不够好 我没法在这干了那主要是哪几种情形呢大家你看第一种情形为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扩展劳动条件的比如说我们本来在劳动合同当中明确说了做这个工作啊容易得知业病很危险那么你会给我弄些房东面具啊包括你会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做的一些无拘啊然后无害啊结果我真正过来工作了 发现这些安全防护措施全部都没有啊我自己在这里这个工作的话安全隐患很大你像这样的话我们说劳动者他属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然后第二种情况呢是没有及时的支付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这种情况就是拖欠工资嘛比如说每个月15号属于发工资的日子然后你也没有发工资或者说你发工资了 但是呢被打发折打折扣这样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属于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时候那劳动者他要想解除劳动合同的话他就有理了呀那谁让你不给我发工资呢你不给我发工资我又要和你解除劳动合同啊第三种情况是为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刚才咱们已经讲了社保就是那那无险嘛无险啊社保什么工伤保险呃生育保险医疗保险 这些事业保险之类的 接着往下第四类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就用人单位一般单位他也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他那个规章制度里面呀违反了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损害到了劳动者的权益这个的话也属于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然后五六的话大家你可以不用管五的话呢你稍微留意一下大家你可以在讲义当中幻想是这一句话 但这一句话他本身没有那么重要以这种形式出现在列举里面的往往他都不会考察 但用这一条的话会更严谨一些大家你可以把咱们讲义当中的这一条啊换成我标率的这一句话 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制止劳动合同无效的 这个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就是咱们刚才刚讲的劳动合同无效的那几种情形 比如说欺诈胁迫成人之威的违反法律规定的就是那一条的内容啊 但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大家五和六都不需要管 因为你要知道以列举的形式所呈现的内容有实质性内容的他往往才会考察 像这种五和六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他不会去考他不会去考啊 所以说呢关于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大家你把前四个要记住 把前四个要记住啊 没有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去提供劳动保护 没有及时足额之法报酬 没有去给缴纳设保 包括你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违法了损害劳动者的权益 像这几种情况都属于劳动者啊 他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 后面你用人单位如果说是用暴力胁迫 或者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来强迫劳动者劳动的 或者违章指挥强烈冒险作业 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这个情形稍微一了解 稍微一了解啊 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和 你不是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可以马上就走的 下面这种 下面暴力威胁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者劳动 其实这个 强迫劳动者劳动 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例子 强迫劳动罪 强迫劳动罪 他的那个法条 说的就是暴力胁迫 或者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 强迫劳动罪 那再者的话就是 违章指挥强烈冒险作业 比如说 我让你去进入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也不戴安全帽 也不戒安全绳 也没有什么防护用品 那这样的话你也不能干啊 如果说进入进入一个有毒的 一个密闭的空间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防毒面罩 也没有什么防护工具 就非得让你进去 那这样的话你能进吗 你不进 你说老子把你吵了 我不干了 你不干了你也不能进啊 接着咱们再往下看第二大类情形 第二大类情形呢 是用人单位 他可以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好 这是从用人单位这个角度啊 咱们刚才讲的是 从劳动者那个角度 劳动者如果可以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的话 有那么几种情况 这里呢 说的是用人单位 他可以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首先第一个 叫做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 那这个时候呢 是用人单位先提出的 用人单位先提出的话 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咱前面刚讲的 如果是劳动者这一方 虽然也是协商一致 但是呢 是劳动者这一方先提的话 其实用人单位 他可以啊 不用去支付经济补偿金 但如果说呢 是用人单位这一方 他先提解除劳动合同的话 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啊 具体金额 大家不需要管 因为不一样 这个地方没有一个 完全准确的数字啊 不一样 但是呢 你要知道啊 这个词叫做经济补偿 或者是经济补偿金 就你表输成经济补偿 也是一样的 经济补偿金也可以 但是这个词叫做补偿 而不叫赔偿 这里我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考试当中 你像咱们 军队文职的一个考题特点哈 我不知道大家 你有没有去做过 他的真题 就是他的题材都非常的短小 根本就不脱泥带水的 就不会有什么 长篇大论的一个材料啊 那种题很少 基本上就是一句话 那么短短的一句话 然后一个空就出来了 所以说很有可能 就会给你突然挖一个空 说协商一致解除 劳动合同用人单位 先提出的须知付经济 话号 赔偿金 补偿金 补贴金 安置金 那你去选一个 这个地方一定要选补偿 在考试当中 补偿和赔偿 这是一个陷阱 这是一个陷阱 补偿的话 大家你一定要注意 没错 没错的叫做补 有错的叫做赔 这个在宪法当中 老师有给大家讲过吗 就有错的才叫赔 没错的叫做补 你像你用人单位 哎 不想用这个劳动者了 那你协商一致可以解除 但是呢 你用人单位先提出的 你用人单位是强势的一方 因为咱们法律 它保护的是弱者 我们对于弱者是强保护 对于强者是弱保护 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这双方当中 你用人单位 它是强势的 所以说对用人单位 是弱保护 然后对于劳动者 这个弱势的一方 是强保护 那你既然是用人单位先提的 你得给劳动者 一定的经济补偿 让他去找个下一份工作 之类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要给经济补偿金 但是并不是说你做了 多么大逆不到 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需要给他赔案 这个地方不是赔 不是赔 你像咱们国家呢 有专门的一步法 叫做国家赔偿法 那个国家赔偿法 是什么情况下才会用的呢 就是你像 聂数宾 呼格 极乐图 我之前好像给大家提到过啊 这样的一些冤案 错案 那你搞错了 你把人家给错杀了 好多年以后 真凶落网 才使得 对 才使得真相浮出水面 那这个时候 你肯定是做错了 你做错了 启动的叫做国家赔偿 叫做国家赔偿 那这个地方 咱强调过 给你一个小选择题 填空题的时候 千万别做错了 这里 好 那接着往下呢 属于过失性的辞退 过失性的辞退 大家你注意 这里说的不是企业 过失把你给辞了 而是你有错 我要把你给辞了 你最有错的 我把你辞掉 这叫过失性的辞退 那过失性的辞退 由于你有错 我用人单位 才把你炒掉 这个时候 我用人单位 也是不需要来支付经济 补偿金的 那么这个过错性的辞退 那哪几种情况 它属于过错性的辞退呢 你比如说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咱很多公司 都会规定试用期 都会规定试用期哈 那规定试用期 其实这个试用期的话呢 也是一个双相选择的过程 大家也要知道 你不要觉得你很弱 然后是企业在试用你 其实你也在试用企业 如果说你发现 你在公司里待了几天 空气很沉闷 你又搞的颜色很阴沉 天天让你觉得心里 这个跌跌咕咕的啊 没有那么踏实 不能够发自内心的去 开心工作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给炒了的 所以说 其实试用期 它是一个双相选择的过程 那我们说 如果在试用期间 这公司觉得 你不符合录用条件 挑错人了 这个招片的时候啊 没有把好关 试用的时候 才发现你并不适合 确认过眼神 你不是对的人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 他可以把你吃掉 这个时候不需要 去发经济补偿金啊 另外第二种情况 就是你严重违反了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我们除了法律 除了法规 每一个公司 都还会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吧 你比如说 那我在华多在线 我们华多在线 也会有一系列的公司规章制度 也会有公司的制度 那如果我是严重违反了 公司的制度的话 他也可以把我给辞退 辞退的话呢 不需要支付给我啊 经济补偿金 这个再往下 还有啊 再往下 严重失职 硬撕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反正法条就这么规定的 但是大家 如果说 台风说 这公司必须先卖左脚 这是有什么说法吗 你这么跟我说的话 那我明天 我就注意一下 这个第三种情况说 严重失职 台风说 这个你们公司的规章制度 实际上 进公司必须先卖左脚啊 哈哈 好 来 第三种情况呢 是严重失职 硬撕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这个硬撕舞弊 严重失职 其实 硬撕舞弊 很难界定啊 包括造成重大损害 什么样的 算是重大损害 小太阳来了啊 小太阳来了 很长时间没见 你冒泡了啊 都一节课都快结束了 这个的话 大家你注意 你不用说套具体的情形 对 可可说的 这个可以啊 你比如说你们公司搞一些竞标啊 这个相关工作的时候 你把这个投标底价 你给泄露了 那公司肯定有公司的规定制度 那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炒掉啊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第三种情况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界定 包括给佑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怎样的一个标准算作损害 以及你佑人单位如何去证明 劳动者他硬撕舞弊了 其实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举证 不是很好举证啊 但是呢 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不需要管 我们呢 根据法条把这一句话记住就行 考试的话 他考的一定是这句话原文 像这种情况的话 也属于可以辞退你 没理由 没商量 可以把你炒了 然后我就不给你钱 再往下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佑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 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说呢 经过佑人单位提出 拒步改正的 这条咱同学有的可能不理解 说老师 劳动者可以脚踩两条船 那当然可以呀 那当然可以呀 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 劳动者 其实他的那个行业特殊性啊 决定他是可以搞兼职的 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当然这个例子不是特别的恰当啊 不是特别的恰当 你就比如说这个高校老师 因为我是法律专业的 那像我的老师 绝大多数就法学院的老师啊 绝大多数他都是两个职业 一个是在高校里当老师 那一个呢会在律所里当律师 当然我说这个例子不是特别恰当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高校的话 他属于事业单位 他属于事业单位 但是我们这里呢 讲的就是因为事业单位 他还有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条例 事业单位一些人事条例去管理他们啊 咱们这个劳动法的话呢 调整的就是劳动者啊 调整的就是劳动者啊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说就是你劳动者 你是可以搞兼职的 但是就是你不要因为兼职影响了你其中的一份工作就可以了 本来A公司是你的主要的工作 然后你在外面又在B公司搞一个兼职 不要因为B然后影响A就可以 或者说人家用人单位给你提出 你稍微改正一下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像如果说你对本单位工作造成影响 然后呢 既然有人单位提出 你还不改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你给辞退 再往下 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这是劳动合同无效的 像这样的不需要管啊 不需要管 或者你可以把后面这一句话 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第六种情形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你都被追究刑事责任了 可能八九不离神 你都在监狱里面要服刑了呢 那这个时候 我怎么还在和你建立劳动关系 是不是啊 像这样的话呢 用人单位这一方 他可以和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而且不需要经济补偿金啊 不需要经济补偿金 那么关于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大家你注意啊 过失性辞退里面 这个是一个特别高频的考点 试用期一种情形 违反单位制度一种情形 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害 然后脚踩两条船影响本职工作 以及追究刑事责任 这几条情形是比较爱靠的 把这几条情形重点掌握就可以了 接着在哪下 非过失性辞退 那非过失性辞退是什么意思 过失性辞退 大家都知道了 是你劳动者这一方你有问题 你做的不够好 你不够优秀 在同等情况下 你被别人给干下去了 被别人给PK下去了 你不够优秀 你不优秀你也没办法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非过失性辞退 非过失性辞退呢 言外之意就是 劳动者这一方 他有没有错 他没有错 那没有错 用人单位他也可以辞退你 他也可以辞退你 那主要是这么几种情形啊 但是我们说在搞非过失性辞退的时候 提前三十天 是用人单位提前三十天通知你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你想把老板给吵了的时候 你可以和老板商量 商量不好 就提前三十天 书面通知 到点你就可以 拎包走人了 你就不用看他的脸色是红的绿的 蓝的紫的了 不需要看直接就走 那如果说是老板要把你给吵了 也是的 提前三十天通知你 起码给你个机会 去找一下下家 或者如果说他 没有提前三十天通知你 一眼都不想多看见你 你说有多讨厌你吗 就多一眼都不想看 有钱任性 直接砸给你一个月的工资 也是OK的 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货的关系 看到了吗 需提前三十天 货者支付带通知金 带通知金 在咱们国家大陆这一块 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叫做带通知金 但是香港很多地方的话 都有这个词叫带通知金 带通知金的话 意思就是多给你付一个月的工资 我没有给你三十天时间 我既然没给你三十天时间 我就花一个月的工资 就相当于买了这三十天的时间 今天就走 马上从我眼费底下消失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而且呢 就是可可说带延费 都不想看见你了 还带延费 但是道理是对的 就是带通知你了 就带通知你了 带延费 给你这个多付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呢 这个时候解除劳动合同 也是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前段时间那个滴滴裁员 大家看了吗 滴滴裁员 劳动合同法当中哈 规定了经济性裁员 大家不要觉得说 哎呀 公司对我好残忍 好残酷呀 他竟然把我给踩掉了 当下经济形势没有那么乐观 同学们啊 当下经济形势没有那么乐观 尤其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公司 你比如说今天 我还坐在这里给大家讲课 可能明天我就已经端着饭碗 端着破碗在这个街上乞讨啊 也是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人类都要保持学习的能力 以及危机感 对的 所以说你像滴滴前段时间裁员 就是滴滴公司也做的很大了 大家也知道啊 虽然说他出现了这个几次负面事件 但是滴滴在全国 基本上他是处于垄断状态的 基本上你像滴滴出行 在大厦的那些城市啊 滴滴发展的怎么样 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在北京 我们出行基本上都靠滴滴 因为北京的话 你会发现出租车特别的少 我们能够发现的出租车特别的少 你出门啊 带步啊之类的 你要么坐地铁 你想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的话 没有地铁 那基本上就是 要么你骑自行车 摩拜之类的 要么就是你就是得滴滴啊 就得滴滴 所以说滴滴其实发展的还不错 但是呢今年裁员好像是裁掉了20% 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滴滴 滴滴你说黑车呢 你让我坐黑车啊 黑车他给我钱我也不敢坐啊 因为我这个抗打击能力太弱 但是人家滴滴呢 就是在经济补偿这块 做得非常的到位 做得很好啊 以至于没有被裁掉的那些人 反而心里很不平衡 而说你看看 被裁掉的人得到了 那么就那么多 而我们没有被裁掉的人 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人家那个就是 虽然裁员了 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法律有专门规定 叫做经济性裁员 这个是允许的 那这个是允许的 但是人家把这个善后工作 搞得非常的好 搞得非常的好 那咱们这里具体来看 哪一些情形 它属于非过失性的辞退 第一个 劳动者患病 或者非因功复伤 好 第一个词啊 大家患病 然后非因功复伤 不要看成了因功复伤 不要看成了因功复伤 是非因功复伤 另外就是一个功 功的话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 它是工作的功 如果说是在公务员法的话 它是公务的功 不一样 不一样 劳动合同法 它是工作的功 但是公务员法 因功复伤的话 它一定是公务的功 同样的读医 但是含义不一样 那你看 第一 你有病了 比如说患了个癌症 然后报寿 头发 秃顶 你并非因为工作 付得上 医疗清满以后 发现你不再适合 原来的工作了 那再给你安排 另一个工作 发现你也不适合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也得把你给辞掉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有病了 你确实干不了这份工作了 我给你调下岗 发现你也干不了 是不是 对 那这个时候 你有错吗 同学们 你想想 劳动者有错吗 劳动者他也不想 有病啊 他的精力也有一万 一万是什么 在奔同不息 是不是 他也不想这个样子呀 但是 我们说没有办法 那企业他也不是 扶贫的 他也是要靠 效益的 他也是要有利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想这种情况的话 企业也是要把你辞退 他属于非过时性辞退 非过时性辞退 大家 你说起来都很伤感 确实是这样 第二种情况 劳动者不能上任工作 你是能力有限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人不能上任工作 你说你是比如多不够优秀啊 这工作你干不了 我给调下岗 发现你还干不了 就啥啥都不行啊 放哪哪不行 跟哪哪不准的那种 那这种也没办法 你也没错 你并不是说给公司造成多大损失 哎 或者说你严重违反公司的制度了 反正你也很老实 很乖巧 但是就是啥也不会 啥也干不了 那这样的话 你也没有过错 但是我也可以辞退你 再往下 劳动合同定律时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出那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那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你们本来想变更劳动合同的 但是呢 没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 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本来呢 我们想搞一个新的项目 那我是雇你来当这个项目经理的 后来我们这个项目没有没有融到资 我们说这个项目搞不下去了 那搞不下去之后 我发现其他项目人员饱和 就还缺一个扫地的 就还缺一个保洁的大哥 问你愿不愿意干 不愿意干 那就是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 这个时候谁也没有错 可以把你给辞退 大家说 那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举个例子 就意思是这个意思 我想给你调个赶 那你没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对可可这句话说的 我觉得很中听 革命分工不同而已 工作没有高低贵贱分 就工作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平等的 好 这是另一种情况 这是劳动者啊 从用人单位这一方 他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么几种情形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种情形 这种情形呢 叫做啊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好 打上重点号 比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那你有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那反过来就得有啊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大家来看啊 第一个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 未进行离港前职业健康检查 或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医学观察期间的 说到这种情形的话 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人 真的是非常可怜啊 真的是非常可怜 哎呀 我自己也是经常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 呃 对于很多人来讲 没有那么公平 或者说 很多人他 生活没有那么幸运啊 没有那么幸运 我真的就觉得 我的医生啊 前一些年 批于奔命啊 各种的去为了生活啊 去奔波去赚钱 但是后一些年的话 其实我也去想搞一搞那种公益类的活动 哎 包括就现在这种法律公益活动啊 法律援助啊之类的 我也想去做一做啊 就我看之前很多报道 有大量的劳动者 他就是底层的底层的一些劳动者嘛 可能会在一些粉层啊 煤矿啊 就这种地方去工作 那这样的话 包括整个村子 哎 有的时候 可能这个村子都是弄棉花的 棉花生产之类的 那么他们在这种小作坊里 待久了之后 他们就会患上职业病 他们就会患上职业病 而且患上职业病之后 非常的痛苦 就整个村 整个家庭 你会发现 媒体报道啊 有时候一个家族 都是得这种病 就接二连三的 他因为这个病去世了 然后他他他 好几个人都因为这个病去世了 这就是因为职业病嘛 那我们从劳动合同法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说劳动者 他是从事接触职业病 危害作业的 他没有进行 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这个时候 你不能和他解除 劳动合同 他做的这份工作 是粉蝉类的 是一些那种化工污染类的 如果说离职的话 我们说 你也得给他做这个岗前检查 看看有没有患上职业病 有没有患上职业病啊 因为常年在那种工作环境里 其实即使你带着一些 防护工具 有一些防护措施 也很难幸免 也很难幸免 你看那些陈肺病 陈肺 陈肺病患者 就真的是 很可怜啊 很可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是疑似职业病病人 他正在诊断 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还没有完全确诊 到底是不是职业病 像这样的情况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你不能说为了 去摔锅 或者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 趁他在检查期间 然后赶忙的把这个劳动合同给他解除 这个时候是不行的 这个时候不行的 那另外一种情况 在本单位患了职业病 你就是在本单位患了职业病 或者说呢 你因功负伤 并被确认丧失 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你把轻车奉献给了工作 在工作岗位上 不幸遭遇意外 事故 那这个时候 你丧失了 或者部分丧失了你的劳动能力 我们从劳动合同法的角度来讲 用人单位 你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 大家说 感觉这个也太理想了 确实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 也确实太理想了 一般情况下 大家你觉得尤其是一些私企啊 你不是一些这个公职人员 不像警察之类的 如果说你在 执行公务期间 那遭遇一些意外事故 国家会是你的后盾啊 但是我们说在一些普通的民营企业 企业它是要以盈利为目的的 就即使你真的是患了职业病 或者因功负伤 死了残了 可能会给你赔一笔钱 但是 基本上也不会再和你继续 保持这个合同关系 是不是 但是大家就从劳动合同法 理论层面上来讲啊 就从这个理论层面上来讲呢 我们说 在本大位患了职业病 或者说因功负伤被确认 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用功单位是不得解除的 反正理论是这么规定的 你要把理论第一点呢 先记清楚啊 再往下 患病或非因功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这一条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说的是你患着病 或者你虽然不是因功负伤 但是你正在治疗期间 你正在治疗期间 本身这个心理上 情感上各方面都比较脆弱 来处理医治修缩 把你脚给等了 那你的医生气 是吧 你可能 哎呦 医生气病情还更加 严重了 这样的话 不利于病人痊愈 不利于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 嗯 这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 哺乳期的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 哺乳期的 你看 我就是一个女职工 那我马上结婚 那结完婚之后 女性她的一个使命就是 得面临着去 繁衍后代 是不是 但是确实 很难啊 很难 一方面工作强度也很大 另一方面呢 你看小孩现在花销也很高 哎 你我朋友 我老家的话呢 属于三四线城市啊 去给他们孩子上这个 道教课啊 一节课一个小时 160 然后月子中心的话 三四线城市啊 应该算是四千吧 然后 去这个生孩子 坐月子中心 在月子中心的话 一个月要两万五千块钱 那个是在三四线城市 所以说 其实在孕期产期 哺乳期的话 对于女职工而言 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大 啊 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为了保障女职工 为了保障女职工相关的权益的话 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 如果说女性在孕期产期 哺乳期的 那是不可以和她解除劳动合同的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有一些企业 当然因为也很少啊 绝大多数企业 她还是就是 不会说因为女性怀孕 可能就把她给炒掉了 但是咱们说 女性怀孕期间高长度的工作 其实也非常的不利于她怀孕 代产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有这么一个对于女职工的一个保护 大家你们稍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 稍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就是在本单位 连续工作满十五年 且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155 155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本单位已经连续干了十五年了 并且呢 你据退休的年龄也不到五年了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你也不能把她给登了 她再登了的话 她就没有办法再去二次就业了 你想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她也得五六十岁了吧 那五六十岁的话 你再去市场她二次就业 谁还要你啊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咱们法律也是给予保护的 也是给予保护的 这是关于幼人单位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 这几种情形考评也非常的高 考评也非常的高 你像 当然18年军队文职考的 劳动合同法的唯一一道题 就是哪一些情况 幼人单位是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是吧 考的就是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 这样的一个点啊 所以说这个点 今年可能再次去重复考 她的概率不大 但是同学们 其他的事业单位考试当中 关于劳动合同解除这块的点 也是非常核心的 就是点重者横重 接着往下我们看第五个 第五个考点呢 是关于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这一块 特别核心的知识没有多少 咱们顺者思路往下走一走啊 根据大纲 第一个集体合同 它的一个概念 企业职工一方 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 就劳动报酬工作 直接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等事项 定立集体合同 这叫集体合同啊 集体合同呢 是企业职工一方 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 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等事项 所定立劳动合同 这个地方 大家你注意啊 是的 劳动终止那一块呢 在咱们劳动合同法当中 我印象当中是 呃 没有明确的去列举 哪几种情形是可以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啊 咱们只有明确说了劳动合同解除是哪几种情况 劳动合同解除是哪几种情况 但是劳动合同终止我印象当中劳动合同法当中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啊 来接着往下咱们看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的话呢 一定注意企业职工一方 他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企业职工这一方 企业职工这一方 他和用人单位这一方来进行一个商量 那我们劳动报酬大概你比如说定个基础 你不能够低于多少 或者工作时间上你要确定不能够太高 咱每就工作多长时间 休息休假怎么去修啊 安全卫生保障上怎么去保护 这个是企业职工这一方 和用人单位这一方去商量的 不是劳动者的一个人和用人单位这一个这个主体去商量的 这叫集体合同啊 集体合同 关于集体合同的定义 大家来看一下 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定义 上位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 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定义 这一块集体合同的定义 大家也是简单一看 也是简单一看啊 集体合同的定义 大家你注意 他是将这个草案提交给谁呢 提交给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是全体职工讨论通过的 集体合同是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 与用人单位定义 咱们国家也是有一个组织叫做工会 工会这个概念 大家平时可能接触的比较少 工会呢 你可以把它叫做劳工总会 也可以把它叫做工人联合会 它主要还是来维护劳动者是一方利益的 所成立的这么一个组织 把它叫做工会 工会这个这个概念 你简单一了解就行 你知道但凡定义集体合同的话 它是工会这一方 代表着咱们职工 然后和用人单位这一方 进行一种洽谈 进行一种谈判 这个叫做集体合同 这个概念仅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 仅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 因为集体合同的话 它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咱打钢当中又规定了 规定的话 考察概率不大 考察概率不大 看一下集体合同争议的一个处理 用人单位 违反集体合同 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以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 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这是咱们说如果出现集体合同争议的话 我们处理的几种方式 关于这几种方式呢 大家你简单那么一看啊 简单那么一看 第一个就是工会 它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责任 因为我刚才说了 工会的话呢 它是一个社会团体 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劳动者之一方的权益而成立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 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如果说用人单位 它违反了集体合同相关内容的时候 第一点就是咱们工会 它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责任 那第二个就是你工会也可以去申请仲裁 再不你还可以去提前诉讼 这是关于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时候 我们几种处理方式 但是简单一了解就行 这里这个点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重要 简单一了解就可以了 好 咱们接着往下 看第六个点 第六个点呢 是有关劳务派遣的点 劳务派遣 嗯 之前在一些地方的事业单位考试当中考察过劳务派遣的内容 啊 考察过劳务派遣的内容 呃 咱们主意来看啊 首先第一个劳务派遣单位 根据劳动活动法的规定 经营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这几个条件大家了解一下 劳务派遣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一个叫做 三方主体 是不是啊 劳务派遣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 三方主体嘛 一方用人单位 一方用工单位 然后一方上劳动者 这个就是一个劳务派遣的形式啊 然后咱们说就是你比如说 哎 B是负责专门招人的 然后呢 A是需要应用人的 那你看C是劳动者 那就这样的一种关系 B把C招过来之后 然后呢 B再把C呢输送到A 那这就是一个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就相当于是 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中介 然后由这个第三方的中介呢 为这个用工单位 他去输送劳动者 而这个中介 他就专门负责 没事就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 去物色合适的人选啊 合适的人选 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在台湾说 哎 中间商转差价 你这句话 我总觉得好熟啊 是不是瓜子车 瓜子二手车 没有中间商转差价 所以说更便宜啊 瓜子二手车 因为前段时间因为 遥遥领先 这四个字被罚了一千二百多万 大家你们之前看过吗 啊 就瓜子二手车啊 车红雷代言的那个 瓜子二手车 因为遥遥领先 这四个字 被罚了一千二百多万 一真正的一字千金 好不好 一个字价值三百万啊 一个字价值三百万 为什么啊 因为他涉及到虚假宣传 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工商是这么说的 调查他的时候呢 说他说他遥遥领先 说我们去这个市场上调查了一下 发现啊 他这个业务做的不错 比较高 但是啊 还有另两家 比他做的更高 所以说他不属于遥遥领先 涉嫌虚假宣传 被罚一千二百五十万啊 应该是一个字三百万左右 嗯 所以好 继续往下看啊 老我派遣单位 这样大概的一个关系 这也可以 大家你们都没有看过广告吗 这都行 这也行 是的 是这样的啊 官方报道就是这样的 说他涉嫌虚假宣传 然后当时我发了一个动态 然后我朋友也在底下做评啊 说 香飘飘表示瑟瑟发抖 现在很多包括广告法啊 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啊 你一不小心就触犯法律了 尤其是做广告的时候 不要过分的去夸大 而且尤其是你都已经比较有名了 你在过分的去夸大的话 就枪打出头鸟 你那种小 没有名气的小牌子 根本也没有人去 去关注你 但是你如果都做的比较大了 受大着风呢 就特别喜欢去查一下你 就特别喜欢去查一下你 什么行业第一 行业遥遥领先 对像这样的词都一定要尽用啊 一定要尽用 继续看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单位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必须具备的条件 大家你要看一下 第一个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 第二个 由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事实 第三个就是由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这是咱们要成立劳务派遣公司必须具备的几个方面 最基础的条件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啊 劳务派遣单位 它相当于呢 是一个中介 小开门说 吃完先辈也没有旺 吃完旺旺也没有旺 你这个去告的话 我可以断定 你赢不了 我可以断定你赢不了啊 他是相当于一个中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说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 一个个人哎 或者说一个没有什么资质的企业 你就能够随便的去成立劳务派遣单位不可以啊 这是三个最基础的条件 你必须得具备这三个条件 你才能够去经营一些劳务派遣业务啊 才能够去经营一些劳务派遣业务 来 下面咱们看 第四个 第四个的话是其他条件 都底条件啊 都底条件的话呢 大家简单一看就可以了 都底性的条件 说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 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啊 经许可 依法办理 登记未经许可 不得经营 这个简单一看就可以了 都底条款里面往往没有什么核心的点 考试也基本上不会去考都底条款里面的情形 这个大家你要知道啊 然后根据大刚看第二个就关于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单位 派遣劳动者应当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 定立劳务派遣协议 好 大家你把这个劳务派遣协议这个重点去换一下 派遣单位 派遣劳动者的时候 要和那个用工单位定立一个叫做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的岗位是什么 那数量有多少 派多久 那给多少钱 包括社会保险费的数额 接触方式 以及违反协议的一些责任 也都是要规定在劳务派遣协议当中的 因为这个劳务派遣的话呢 大家你想 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A B C这三种形式 B它相关于是一个中介 它是劳务派遣单位 然后现在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A它是劳动者 所以说 它并不是 你像我和华图 我是A 华图是B的话 那我们两个人之间直接签订劳劳动合同就可以了 相关的一些劳动报酬啊 包括岗位呀 待遇呀 社保呀 全部都直接体现在劳动合同书当中 就行了 但是如果劳务派遣的话呢 它得是有一个中间商啊 有一个转差价的中间商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是由这个派遣单位 它和这个用工单位定义的叫做劳务派遣协议 名字就不再是这个劳动合同了啊 而是这个劳务派遣协议 嗯 后面接着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 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 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定例 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协议的话 大家你要知道 他一般还是在一些离世性辅助性的一些岗位上 需要劳务派遣 所以说你一个用工单位啊 要么你就是去正儿八经的时候 正式的一些员工 哎 那你长期的给你干活 你不能说就是明明你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这样的员工 然后你就把它给拆成好几个劳务派遣协议 它一次又一次的 这个我们是不允许的 我们说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定例啊 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有这么一个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的劳动者 劳务派遣单位这句话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不得克扣 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务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 这句话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在咱们劳动法当中 包括劳动合同法当中 随随便便起义 它不能收你的钱 你看到这样的话 大家你一定要知道它是对的 即使现在生活当中 咱同学去面试的时候 可能企业比如说扣押过你的成分证 或者让你收过多少钱的一个什么保证金之类的 那个是不符合规定的 是不符合规定的 我们要是按照规定来的话 应用工单位 他绝对不能够克扣你的成分证 也绝对不能够让你去交保证金 交一些费用之类的 当然提检那个费用你自己出的 因为我来华多的时候 我也要去提检 那提检的话 你是自己去提检 这个也不属于人家收你的费 是医院去收了你的费 只不过人家有提检的一项要求而已 像那样的话 这个不算 明收的那种 说你给我交 你得交付给我发现保证金 或者你把成分证押给我 这样的话是不行的 劳务派遣到底是一样的 你中间上 你不可以把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的钱 私自扣留 另外就是 你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都不能够向被派遣劳动者去收取费用 你不能说 你看我给你务策了一个好工作 你是不是给我一点好的收费 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这个说法 不可以的 这是这一点 接着往下看一下用工单位的义务 用工单位的义务 第一个 执行国家劳动标准 4990说用工单位可以扣档案吗 他扣你档案干嘛呀 你是什么样的用工单位呀 他扣你档案干嘛呀 档案的话 一般情况下 很多企业他都不接受 你像这种私营企业的话 他接受档案 他得专门给你管理 挺麻烦的 就是他都不接受你的档案 他都不接受你的档案 你要像是你要考上公务员之类的 那就是调档 就直接把你档案给调过去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在自己工作的话 一般咱每个人的档案都是 回到这个当地一些人设厅了吧 是不是 都是回到当地了 回到当地了 当地了 不存在的档案 不在自己手里保存着 他怎么能去扣你的档案呢 对不对 有一些企业 但是很少啊 他可能就是 这个 有这个条件 可以给员工保管 当然 但是那种企业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大家你要知道 档案不在咱们个人手里 不在咱们个人手里啊 档案的话呢 他都 他都这个 在相关的部门 比如说人社厅之类的 都放在那个里面 档案是不接咱们手的 对 对啊 要么在人财市场啊 要么在什么人社 人社厅之类的 他都不在咱们手里 所以说 他们怎么给你扣档案呢 没有办法给你扣档案呀 反正 反正你有这样的一层 一个这个 意思 你用工单位 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去克扣 咱们劳动者的相关的证件吧 就身份证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去克扣啊 地业证之类的都不可以去克扣 因为你是享有很高的自由的 我不说了吗 你劳动者 你是弱者 咱们劳动法是保护你的啊 是保护你的 我们看一下用工单位 他的一个义务 执行国家劳动标准 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这个没啥 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 劳动报酬 支付加班费 计较奖金 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一个福利待遇 对在港 被派遣劳动者进行 培训 连续用工的 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 用工单位 第六条 划上一个重点号 第六条考过 用工单位 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 你这个转手工作搞得很好啊 你从劳务派遣单位 找来的人又借给你的兄弟单位了 那不可以 那不可以 不符合流程 不符合程序 我们规定的是 用工单位是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啊 第六条明确考过这个点的话呢 大家稍微去留意一下 然后前面几条的话呢 都是大白话 一看就知道是对的 你肯定要和正常的那种建立劳动合同的一样 该给保护的给保护 该给钱的给钱 该培训的培训 该加薪的加薪 后面 这个大机制点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被派遣劳动者他享有哪些权利 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一个权利 这个点 同工同酬 关注一下 用工单位 他里面肯定有他自己的员工 那你这个被派遣劳动者和他自己的员工是同工同酬的一个权利 如果说你用工单位没有同类岗位 劳动者的 你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 劳动者的一个劳动报处来确定 第二 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工作岗位上实施 大家把这三个性重点画一下 劳务派遣 他一般就是在这三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你比如说 有一个人可能那个回家伤孩子了 他就岗位空出来了 那又没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 他产假就四个来月 很快就回来了 像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可以 就是劳务派遣这样的方式 选择一个人顶替他的位置 包括可以替代性的 包括一些辅助性的 核心的那种职位 你肯定不能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来找人 就是一些种辅助性的 边角料的 打打杂的 帮帮忙的 像这样的 我们说可以 可以通过劳务派遣这样的方式 一般要是一些核心的岗位 一些技术岗 一些正式的岗位 一些长期的岗位的话 那你就通过你自己正式的招聘 你们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来用空就可以了 咱就不走劳务派遣 这样的一个途径了 往下 这个重点关注一下 第三条 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 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这个情况说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A B C 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B 他是劳务派遣单位 4990说好卡 但马上就下课了 其他同学卡不卡 是我这里的原因 还是同学们的 个别同学的原因 不卡 可可说不卡 那就是我这里没有问题 4990可能是你那里的原因 我这里不卡 好的 对 就是就是那个意思 但是本来正常的劳务派遣 是你B 他属于中间商 然后C他属于用工单位 A是劳动者 由B把A输送给C 这是正常的劳务派遣 我们这里说的是不得怎么样 你C是用工单位 不能你C自己设立一个劳务派遣单位 然后你自己从劳务派遣单位 这里 然后往自己的公司里 输人 或者说你下面有设的C1 C2 C3级分公司 然后你通过自己劳务派遣单位 往你接分公司输送人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说的就这个意思 这一条靠过 幼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 像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你自己就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 这个不行 劳务派遣单位 必须是一个中立的独立的第三方 而且要符合咱们前面讲过的 那些资质 你才可以去开展相应的劳务派遣业务 自己去搞不行 你公司自己去搞不行 再往下 被派遣劳动者 权宜受到损害的 由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那这个词呢 我就是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 谜法当中大家有没有讲到过的一个词 就连带责任呢 它是一种 程度比较严重的责任承担形式 我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和张三把李四给打伤了 法院判决我和张三 承担连带责任 赔给李四十万块钱 那么李四可以找我要十万 也可以单独找张三要十万 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承担着十万的一个责任 你比如说李四找我要了十万 那我们的钱就清了 我可以再去找张三 我说这十万块钱 我都已经都给他了啊 你再给我评他五万 可以这样 但是李四他有权找我 或者找张三一次性问我们要齐 我们一个人一次性要齐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叫连带责任 我和张三是最肥祸首 我们不分你 我就像连体婴儿的捆在一起是一样的啊 那什么叫做暗份责任 连带责任和暗份责任相对 暗份责任的话呢 他就是有一个份额 有一个比例 你比如说还是这个情况 我和张三把李四给打上了 那法院判决 我承担三万 张三承担七万 这就是一个暗份责任 那么李四到时候只能找我来要三万 他只能找李四要七万 他如果说找我要三万 我把这三万还上了 张三的七万没还 那和我没有关系 反正我的三万我已经还上了 这叫暗份责任 暗份责任是比较轻的 我们每个人只承担自己的一个份额 但连带责任不一样 连带责任的话 你看这里说被派遣劳动者 如果说权益受到损害的 由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连带赔偿责任 它就是比较重的 连带具体赔偿多少呀 那这个怎么能说得准呢 我要看你具体击害他什么权益 你是把他给打伤了 你是把他给害死了 还是把他给怎么着了 是不是 那具体赔多少 这个谁怎么能知道 情形不一样 你平常肯定就不一样 是不是 对 要看你损害程度 这个具体是由法院他来看的 但是大家你要知道 就是 两个单位怎么分配 怎么分配那个是你们的事 怎么分配那个是你们的事 反正责任你们是连带着的 你比如说 劳动者要是伤亡了 一百万 法院 判了一百万 一百万的话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你们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怎么弄 怎么凑也好 怎么分也好 反正你要你们两个人 要给他赔一百万 不然他找你劳务派遣单位也行 找你用工单位也可以 就这个意思 这叫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就不分你我 那个受害者 走你也行 走我也行 这叫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比较重的一种责任 承担方式 所以说 哎呀 如果是连带责任的话 那你就承担的这个 代价可能就要更高一些 更重一些 好 好的同学们 咱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 咱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 后面呢 还有七八九三个点 然后咱们会和明天 知识产权法 一起来讲 派遣和用人单位有矛盾 有什么矛盾 也是稍微有点拖疼了啊 今天主要是因为给大家讲了一下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其实不归咱们这里讲 但是呢 想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呃 七八九的三节内容呢 会到明天上午 咱们讲知识产权法的时候 一定给大家讲 因为知识产权内容没有那么多啊 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稍微去提一提啊 报考技巧类的 你的岗位符不符合去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咱们呃报考 岗位报考指导类的讲座啊 咱们这里重点还有讲咱们的理论内容 嗯 好的 同学们如果没有问题 咱们今天晚上到这儿 然后明天上午见 哎 明天上午讲知识产权法啊 这个其实和大家也是息息相关 咱们也可以从日常使用的角度 哎 去学习一下哪种情况属于侵权 哪种情况 它不属于侵权 好不好 嗯 那今天晚上咱们 上到这里哈 那同学们 同工同酬的话 它其实主要指的还是待遇 同工同酬的话 它其实主要指的还是待遇上 那给人家开多少工资 你同样岗位的话 你要给劳务派钱者开一样的工资 不能说你正是员工开的高 然后劳务派钱者开的就低 劳务派钱依旧是劳务派钱这样的形势 劳务派钱和你去这样拔金了 跟公司签订合同 原来公司找你这个人 就是通过那个中介 那个派钱单位找的那个人 不能说我干嘛 之后 然后我就一下子 我得和公司赖上了 和你公司签这个合同啊 你签那个两年也是和那个劳务派钱单位签的 对 你是和那个中介签的 你不能说你在这公司干了多长时间 就直接恋上了一家公司了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签那个两年也是那个中介派钱公司 他和你签 他找的你了 他从市场上把你这个人挖过来的 然后再把你输送出去 是这样的 好 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今天到这儿啊 同学们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晚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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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